围绕对日韩的争取 中美展开博弈 然而中国面临着五大不利的背景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 中国在与美国争夺日韩过程中 面临的不利背景 近期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九次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 共同探讨了三国合作的未来 从相关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实际上的目的是设法 缓和中日中韩的关系 争取周边的安全 与合作的一个大环境 然而尽管我们力图改善 与邻国的关系 但是背后存在着五大不利因素 使得局势对中国极为不利 那这些因素就包括了 新的军事同盟 地缘政治动态 以及深层次的国际关系变化 那么下面我们就依次来分析一下 第一条是新军事同盟构成的压力 2021年 美国成功的拉拢了日本和韩国 正式形成了 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 这一战略举措 不仅加深了中国的地区安全担忧 也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进一步的加强 二是奥库斯同盟的扩展 日本和韩国最近应美国的邀请 加入了奥库斯同盟 该同盟原本是以核潜艇为主的水下打击能力 而现在就扩展到了水面以及空中 而奥库斯同盟的目标直指中国 这一拓展增加了地区的紧张氛围 三是中日韩关系的历史低点 自特朗普时期以来 中日中韩关系因为美国的干预而陷入了历史低谷 日韩两国迅速向美国靠拢 放弃了与中国多年友好合作的基础 使得三国的关系复杂化 四是中美关系全面对抗 美国不仅是在军事领域对中国构成压力 还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全面的对抗 日韩作为美国的盟友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成为了美国对抗中国策略中的关键棋子 五是俄乌冲突的全球影响 俄乌战争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安全和政治格局 也使得日韩与北约的合作更加的紧密了 日韩两国已经加入了北约麾下的网络防御中心 韩国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馆 已经被设置为其驻北约代表处 日韩两国正在推进与北约互设代表处的工作 那么这种最东扩的态势 使得日韩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的非正式成员 而其最终的目标还是中国 实际上从美国在韩日两国的驻军情况 以及对两国军政界的影响来看 我们说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新型殖民地 也毫不为过 日本和韩国长期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 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 在美国发起对中国的全面对抗背景之下 日韩两国的领导人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任何试图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举动 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通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改善三国关系的可能性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中方参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目的 更多的应该只是努力的要维持现状 莫清日韩两国的底牌 看看他们有无诚意 然后再做后续的打算 从传统来说 我们中国是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来维系与日韩的关系的 那么中国是日本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方的经济往来对于日韩经济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关系的不平等性和美国的干预 使得局势更加的复杂 但这种贸易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们制约两国的手段 是我们最好的筹码之一 把握住了这些筹码 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对日韩两国经济的冲击 来换取他们与中国关系的缓和呢 此外为了减轻美国的影响 中国还可以利用地缘政治策略 比如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 利用北方四岛来制约日本 以及用好韩国的北方邻居来制约韩国 总的来说 在中美围绕日韩的战略争夺中 中国面临多重不利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不仅是来自于新的军事同盟 和地缘政治的变动 还包括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的重构 中国必须采取多维度的策略 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 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地区影响力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关于中日韩的关系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